你 是 皇上 是永不悔 往事只能回歪 阿公阿嬤 圍成一圈 市議員張耀宗 凱桑高歌 一首往事只能回味 帶阿公阿嬤大合唱 還帶來神秘嘉賓 這三個好漂亮嗎 沒有 漂亮 漂亮 小嫂子 有漂亮嗎 好可憐 女兒張靜之173公分 高挑身材配上細緻臉蛋 阿公阿嬤大讚漂亮 一大早參加樂林活動之外 我們繼續跟隨張耀忠 來到行程第二站 大家好 進到禮辦公處 張耀忠開口 還是先介紹寶貝女兒 小嫂子 她有漂亮嗎 漂亮喔 那個漂亮而已 老伯沒有要睡著 這樣不夠漂亮 我們來做這個 蜜蜜蜜 對 她做媳婦耶 你這次人很驚訝 我也認識你 這一趟介紹女兒不忘辦正事 處理選民服務 張耀忠說忙的時候 一天五十個行程 是常有的事 最期待回家這一刻 吃晚餐了嗎 沒有啊 我這邊要玩才能吃什麼 好 要不然你幫我吃啊 我也只會煮麵 好 很精美啊 喜宴或是一些晚餐 或一個場合你吃個一兩口 可是其實吃不飽 就是等於是沒有時間可以吃飯 我有時候都會很擔心她生病 所以會覺得就是無法想像那種 沒有爸爸的生活日子這樣 從小看著藝人爸爸張耀忠四處跑行程 他說爸爸就是他心中的超人 婦女感情非常深 而這一道義大利麵 雖然張靜之說賣相不太好 那爸爸吃進嘴裡呢 好吃啊 好吃 有機會吃她這種飯就覺得 第一期就來 對她的教我們都是蠻 蠻方正 蠻開放的 我覺得兒孫 自有兒孫福啦 有沒有希望她也會有什麼樣的發展 如果因為像我當一個這樣的超人 Superman的話 也尊重了 也尊重了 那不鼓勵 但是也尊重了 女兒是不是繼承一波 張耀忠擔心女兒會吃苦 雨帶保留 但張耀忠也說 從女兒身上 看見更多能為年輕人做的事 對於從政願景 有更開闊的展望 有了女兒做後盾 張耀忠為選民打拼 更有力量 三地新聞 曹聖 張正銘唐 羅鼎傑 台中報導